嘿老婆 你蝶衣服干什么 蛤 离婚 什么离婚啊 我不过了 咋回事啊你啊 咋回事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一进来就突然看到你在收衣服 我要工作你又不给我工作啊 但我在家带小孩照顾你妈 我照顾啦 但是你钱也不给我 生活费也不给我 你要多少钱吗 蛤 我真的是我也给你用了呀 是不是啊 你给我用多少一个月就五百 我还不如自己去工作 自己挣钱自己花多好啊 我不伺候你家了 像个免费的保姆一样 那我多给你五百嘛 这给一千每个月 你自己留着吧啊 你自己留着花啊 我不稀罕 我自己工作我可以一个月挣好几千啊 你自己工作 还一个人要自己赚钱啊 对 那小宝宝怎么办啊 我们还有小宝宝呢 你自己想办法啊 我能想啥办法啊 小孩还这么小你就要离婚离婚一天天的 你对我不好我当然要离啦 少把离婚挂嘴边一点哈 一天天的要走走走 干什么嘛 你不想离你就对我好点啊 我对你还不好吗啊 钱也不给我花啊 把我当免费保姆 你还要我怎么给你花啊 现在说你对我好 我也给你花了的呀 真的是给多少都不够你这个人 什么给多少 你才给五百 那我再给你一千啊啊 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自己出的是不是啊 给我一万我也不干了 我给我我给你的 那是给你自己单独花在你身上的啊 是吧 家里生活费我都自己买了 自己出了水电费啥的 五百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啊 我问你吃顿饭都不够啊 那是给你当做你自己的零花钱你都觉得不够啊 一时你觉得给多了呗 你自己留着吧 那我我工资也才多少啊 才三四千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啊 都给你了 都给这个家了 你还觉得不够 你应该全部上交给我 我才满足我告诉你 你当我在家照顾你妈照顾小孩 你就应该工资给我 每个月只给我五百块钱 打发神愿呢 我不干了啊 我每个月五百跟你零花钱已经很不错了 我自己去上班 都在家吃早餐啊 是不是啊 我零花钱都不够五百呢 你自己挣不到钱你怪我啊 不过了啊 离婚 外面我也租好房子了 以后呢 你妈你自己管 还有你小孩你自己管啊 我说你这个人都成家了都结婚了 就要要懂得 懂得过生活一点嘛 不要整天总是想着 像单身一样的 我单身的时候都比现在好啊 我宁愿单身啊 我说你哎呀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啊 啊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 看来真的 是真的啊 我现在信了 哎呀 都有家庭了 是不是好好过生活嘛 你好好过吗 啊 钱都舍不得给我 各种烦我 各种烦我 还让我好好跟你过去 我哪里烦你了 那你工资不上交给我 你就是烦我 那你花钱那么厉害是吧 给你五百 是你的 给你五百这个 零花钱了 你都觉得不够 哎呀 是不是你真的花钱很厉害啊 所以我才自己管啊 我感觉你在搞笑 我自己管 我自己生活费 我自己出 是不是啊 我也没有让你出啊 哎呀行了 我花钱太厉害了 你就让我走吧啊 太能花钱了 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自己已经结婚了 有小孩了 就要想着加一点 不要总是感觉自己是 不如单身 不如单身 总是这样想 怎么能行嘛 我要为我自己而活 我要追求幸福的生活 我要追求幸福的生活 我为你自己而活 我现在还年轻的很 我告诉你 放了衣柜里面去 不要不要拿走了 我现在就走 我一分钟都待不下了 现在就走 你去哪里啊 你现在就去哪里 去我租房子的那里啊 你租房子的那里 对啊 还在外面租好房子了 那肯定啊 我预谋好久了呢 预谋好久了 你干谁交到老公这样子啊 人家工资都是全部上交的啊 你让我在家照顾小孩照顾你吗 你一个月再给我五百块 你打发学生啊你 那结婚了不照顾家里 你要照顾哪里啊 我读书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都能拿一百五啊 我现在结婚了啊 一个月才五百 嗯 真的是受够了 那五百是零花钱了是吧 家里的都没让你买啊 菜啊米啊水电啊 意思你觉得五百块钱 还让我买家里面的什么用心 我不让你买 是不是啊 我觉得完全够了啊 哎呀我花太多了 我直接揍人 这样子你也会好过一点 好吧 啊你也会富裕一点 真的是想不通你这个人啊 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 只知道想花钱 谁不想花钱啊啊 谁活在这个世界 人家都是为了花钱啊 我也没什么错 是你自己没本事啊 我照顾这个家也照顾好久了吧 可以啦 够有良心的了 这个不要了 走了 我走了